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告他们没有好好地抚养自己 那么在电影里呢 这个小男孩发出了这样的撕心裂肺的呐喊 他说我要起诉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生了我 而在现实生活中呢 也有这样的不负责任的父母 比如说在安徽的邦步 有这么一对丧心病狂的父母 他们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租给了犯罪团伙 靠孩子偷钱来养家糊口 2017年6月2号 安徽省邦步市邦山区人民法院 当庭宣判撤销湖南省道县村民 何某李某夫妇对女儿的监护权 这也是全国首例异地撤销监护权的案例 此事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法院为何异地撤销亲生父母的监护权 小女孩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一个报警电话开始说起 当时应该是在2016年的6月20号下午16时去 当时我在值班 接到我们下去钓一台一个药店员工报警称 有3000元的现金被盗了 发现在下午16时20分左右 当时这三个女性在里面买东西 有一个身材比较瘦一点的 当时穿着是一个明色的外套 非常的长 明显好像不是太合体 从监控录像显示 在前前后后大概几分钟的时间里 就是这名身材瘦小的人 在其他几名女性的掩护下 潜入员工休息室 盗取了药房工作人员的钱财 他这个作案手法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熟练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要比我们一般所见识到的一些 包括男性的这些盗窃嫌疑人的话 速度都要快 后期我们就是把监控录像 进行了反复的盐看 初步确定并为女性 正当办民警队调取的监控录像 反复严看的时候 警队的报警电话又一次响起 在辖区内的一家干货店被盗了 本山峡区新天地菜场 这个报警人是一对老年夫妇 警方迅速赶到老年夫妇的干货店内 询问后警方发现 在这里同样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名言看的 发现这四名嫌疑人 女性嫌疑人 上了这台白色的轿车 警方获取了租车人的相关信息后发现 这个租车人和当天接应女性盗窃团伙的 竟然是同一人 当年居到这个程度 就发现基本任命 开车的驾驶员 一共有五名嫌疑人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 在副驾驶上 看见了作案的瘦小身影 办案民警在租车公司提供的线索中 追踪到了这辆车子的GPS信号 而那个时候接应车辆的定位 已经在河南省郑州市 蹦步警方随即决定连夜出发 前往河南郑州 这样大伙听好了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车辆的GPS信息 显示车辆就在这附近 往车辆附近接近 我们这个民警将他们现场抓获 等到这一名男子的成功捕获以后 紧接着几位的女性嫌疑人 也是来到了这个停车地点 我们就顺利地把后面赶来的 这几名女性嫌疑人 和这一名女性儿童 也可以成功抓获了 所有参战民警都非常的依然 这个让我们苦苦寻命的 这个矮个子的嫌疑人 呈现在我面前 是一个七八岁左右的这个女童 看到眼前这个孩子 心痛的胡队长决定 一定要把盗窃案件 调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女孩的一个举动 再次让现场所有人始料不及 当时她第一次喊她妈妈 我记得是在询问 这个小女孩的过程当中 她是双手是紧紧地抓住 犯罪嫌疑人的胳膊 无时无刻地都跟着犯罪嫌疑人 她的肢体语言已经告诉我们 她是很依赖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何某口口声声 称小女孩就是她的孩子 但面对民警 接下来关于女孩信息的询问 她的回答模棱两可 当需要她回答其他具体信息时 何某更是支支吾吾 这令胡队长产生了高度的怀疑与警觉 胡队长连夜对何某再次进行了审问 在证据面前 何某只好承认了犯罪事实 以及她和小女孩之间的关系 在当地那一块就是很多女性嫌疑人 出来盗窃的时候 会到别的家租一个孩子过来 带在身边 父母亲出租孩子 作为赚钱的方式 在小女孩所在的这个犯罪团伙中 最小的孩子年龄只有四岁 那么这些孩子进入犯罪团伙以后 平时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这些孩子跟这些犯人平时在一起 其实孩子的生活状况也很糟糕 他被父母长期的租用 所以他在外地 他根本没办法去进行他的学业 在跟着犯罪嫌疑人 在外流窜作案盗窃的时候 他生活也是居无定所 对于自己的孩子 亲生父母可以明码标价的 以每日200到500元 或者每年5万元左右的价格 出租给犯罪团伙 其中很多的父母 甚至还会因为对方出租价格太低 自己孩子偷到技术好 与租孩子的犯罪团伙进行讨价还价 而在那些被出租的孩子中 女孩子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说他们利用了被害人 对小女孩没有防备心理 她这个身材矮小 便于隐蔽 便于伪装 实施盗窃 而且容易得手 对于租来的孩子 犯罪嫌疑人平时通过一些做游戏的方法 教会他们如何迅速找到钱 完成盗窃过程 而天真的孩子们还单纯地认为 这只是犯罪嫌疑人 与他们做的一种游戏而已 他们跟我说 做这件事是好事 做到会有奖励 做不好会来打 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犯罪团伙还会用一种怀孕盗窃 不入期盗窃 然后再怀孕 再盗窃的手法 为他们换取利益 甚至于有的人让自己生下来的女孩子 从小学习偷窃技能 然后长大一点粗窃出去 以此来换得利益 而当这些女孩子成年以后 他们又继续重蹈覆辙 继续怀孕盗窃 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孙小敏律师 这位是宗春山老师 宗老师 您看 他们教这孩子偷东西 告诉他们 这是在做游戏 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又会对这个孩子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用游戏的方式来传授所谓的盗窃 或者其他已经犯罪的技巧 会让孩子们减轻他的犯罪感 另外实际上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洗脑和催眠的过程 就让孩子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逐渐就消除他的那种羞怯感 那种犯罪感 甚至那种一种道德感 完全地就慢慢把它消除掉了 所以他在实施犯罪的时候 他就觉得是在做游戏 当然这个过程他们也会交叉感染 彼此要传授一些所谓的技巧 所谓的方法 一句话呢 过早地把孩子们最基本的那种 人性 道德 羞怯感 全部给消除掉了 对 那么这些犯罪团伙的成员呢 他们应该是教唆犯了 教唆孩子到底应该承担 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是这样的 就是像这些不法分子 他用一些比如说诱导 或者是制作一些犯罪的一些手法 用做游戏的方式传授给孩子 也就是说把自己犯罪的一些意图 灌输给没有行为能力的这些未成年人 实际上就教唆他犯罪 但是这个案件里面呢 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教唆犯罪 而是间接的一个证犯 为什么 因为他是将这些孩子 作为一个犯罪的工具 因为这些孩子就是没有一个 自我判别的能力 你刚才像宗老师说 这个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 你怎么去引导他 怎么去教育他 他就会形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作为一个间接证犯的话 如果这些孩子外出去盗窃 或者是做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 那么这些不法分子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 那么有没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法律条文 来制裁他们的这种不法的行为呢 其实就是要按照 就是要按照那个 他所教唆的这个犯罪 比方说他教唆孩子去盗窃 那么他就要承担 按照这个盗窃罪的定罪良行 承担法律责任 无独有偶啊 我听说2018年 在河南一个叫刘明举的人 他一共有八个孩子 其中五个都出租给了犯罪团伙 也是让这孩子去偷东西 然后来养活这一家人 刘明举呢 对这五个孩子可以说 也没当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来对待 经常是又打又骂又绑 如果你饿了怎么办 回家最多给你吃方便面 您说这不是就养鱼鹰的吗 我饿着你 然后你才去拿绳 你才去钓鱼 钓过这鱼来 一抠嘴 这不是你的 那利用小女孩盗窃的这个犯罪团伙 现在已经覆灭了 可是呢民警一时找不到女孩的亲生父母 无家可归的这名女孩 只好先在蹦步式救助站落脚 然而呢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却发现 女孩的表现非常的怪异 救助站工作人员陈文文 照理对刚刚进入救助站的人进行日常检查登记 然而在登记过程中 她发现这个小女孩好像和别人不一样 于是她找来救助站里站长 工作人员找我的时候 发现这个孩子见到我们就哭 也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让她感到的行为非常古怪 陈文文对这个小女孩在心里始终认为 她与其他人不一样 于是她很留意地观察这个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的四肢都是不能动的 然后不停地就合身发抖 然后也不能上心 就生活都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服都是我们给她喂饭 衣服也是我们帮她穿的 小女孩的成长经历 让她对周围所有人都心生戒备 因为她那个动作有点像 就是罪犯被警察抓到之后 她就抱着头蹲下来躲在那 就是有点像那个罪犯被抓到的那个动作 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她是一个童年当中 没有经历过正常童年 没有一个愉快童年的孩子 就是她所表现出来的就是 让我感觉到她可能是一个过早 接触到社会阴暗面 然后成长的一个孩子 在救助站里平静安稳的生活 也让小女孩逐渐与其他人开始交流 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发现 这个孩子竟然没有上过学 在我们这边 正常孩子六七岁就开始上一年纪了 经过讨论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决定 将小女孩送到淮远县茅堂小学 当时我们也考虑了几个学校 后来最终还是把 送到刘萨蓉之家是这样考虑的 因为市区很多孩子 他们晚上都有爸爸妈妈接她回家 这样的话 孩子的心理落差会更加大 到这个学校呢 它是技术式的 所有的孩子 他们都在一块生活 这样会很快地融入他们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无业 母亲也是因为同类型犯罪 被多次打击处理 为了小女孩的未来 邦布什救助管理站 依法向邦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申请 希望通过申请 撤销女孩父母的监护权 依法为孩子重新指定合格的监护人 从一岁开始就没有履行 对合格的监护责任 就是说他还说小孩子一岁多 我们就没有照顾 其实我们 一直都是我们 让我们交了女人来 我们就过完了年 就出去打工去了 回去调查 他们就调查清楚 是个误会 就这个孩子是有人照顾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有人照顾的 对 他这个孩子的父母 也在外面打工 几乎是没有时间照料这个孩子 那他怎么被那个监护带走的 可知道 他换在家里 他就是说我公不怕 不过他能在家里带住 他一下子带出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 他说是他朋友带出去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什么 好像就可能把一个小孩子 就整成怎么样了 对不对 刚刚你对我说的 可以到我们就站着初期 吃饭要喂 上床要抱 抱头痛哭 表示怀疑 我认为这种现象 也就是我们要取消 你监护人资格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 也正是因为 你们夫妻两个 没有很好的女性监护症 而造成的 因为他这个父母呢 让孩子跟着他的这个同乡 然后在外面进行盗窃 据我们了解 就是跟随的这个女的盗窃的 就是次数很多 在公安有记录 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呢 非常恶劣 他这就是间接地说是 孩子在参与盗窃 法院在调查取证后 对小女孩的监护权归属 也有了判处结果 我们经过调查和了解 她的爷爷奶奶 在当地务农 具有这个监护的能力 然后经济条件也不错 所以我们把这个监护权呢 指定给了她的爷爷奶奶 小女孩被爷爷接走了 犯罪嫌疑人也落网了 所有人都不愿看到 租赁孩子的悲剧 再次上演 最终法院剥夺了 孩子父母的监护权 指定了孩子的爷爷和奶奶 作为她的监护人 可是呢 有一件事情 还是值得我们注意 亲生的父母曾经承认 自己的孩子 在一岁多的时候 就把他扔在了 爷爷奶奶家里边不管了 那么犯罪嫌疑人呢 何某他是从哪里 把孩子带走 进行盗窃的呢 假如说 就像孩子父母所说的 是在爷爷家 那么他们 也就是爷爷和奶奶 算不算一个 合格的监护人呢 即使这个孩子 他不是在爷爷家 被领走的 那两位老人 又有没有能力 照顾这个 只有七岁的小女孩呢 就这个问题 特别想听听 两位的意见 宗老师 我们想老人 照看自己的孙子或孙女呢 其实是 要看他的能力和年龄 最主要看他的意识 刚才听你谈到 这些贫困地区 人们对待孩子的态度 是吧 我也回想起 我曾经也在安徽一个地方 去考察 当时一个家庭 因为生了很多的孩子 已经穷得是四面突壁了 我就问那家的奶奶 我说 奶奶呀 家里都穷得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还让你媳妇 或者生孩子呢 奶奶说了一句话说 生个娃算什么呀 不就是锅里多加一瓢水吗 所以当这个人 极度贫困的时候 或者叫苦难 会让人变得很麻木 所以他把一个孩子 当成一瓢水 那么你说的 他的这种监护和教育的意识 和能力能有多高呢 是 所以能够有人把他带走 或者能够给孩子一口饭吃 他也许就觉得 这已经是给他一个出炉和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 面对这样一种状态 你要求这些人 去很好的照顾 监护他的孩子来说呢 可能不能叫天风夜谈吧 至少 可能要求一些高了 但是这样说 并不意味着说 给他们找理由 我想可能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群人生存的状态 和他们的那种 所谓的意识和能力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贫困可能是很多罪恶的根源 是吧 孙律师 虽然说不同家庭 它的经济水平不一样 就说大家在抚养孩子 监护自己子女的时候 所付出的条件 或者是给的这个能力不一样 但是法律的依据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无论是从婚姻法 还是从宪法 包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 那么父母对于孩子来说 他的法定监护权利 始终是不会变的 就不管你是一瓢水 还是一碗热汤 那你的法律责任 始终是不会变 那在考察 到底是爷爷奶奶 承担监护责任 还是父母承担监护责任 那两者选的时候 如果他的父母曾经有过仪器 或者是虐待他的这种行为 那可能他的爷爷奶奶 就是最好的选择 案发时 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 最终和爷爷奶奶回了家 不知道在内里 她还有没有机会 学到新的儿歌 也不知道 她还会不会再考出双百分 我们衷心地希望 这个女孩 能够有一个真正 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给她庇护 给她温暖 让她的成长之路 走得不再那么艰辛 那下面的这个故事呢 我们要从一个 横跨四省的大案说起 话说2017年的7月 江西赣州 警方接到了一条线索 有人在福建 广东 云南 江西四省 进行罪恶交易 而他们贩卖的货品 竟然就是婴儿 他们初步侦查 发现他们都是从云南 门山州那一带 他们门山州 有人长期住在 这个湛州那边 然后从门山 直接收买到小孩以后 放在湛州 然后再从湛州 往广东 江西 还有福建本地 是各个地方在卖 他们的要求 要求我们四省市 统一收买 最后来确定的收买时间 当天就150套警令 赶赴这个南昌啊 我们余都的多个乡下 进行了抓捕 重大面天 重大面天 关警令 去 关警令 先 weren't 先 weren't 先 靠起来 不是干啥呢 关警令 关警令 正面子 我叫看庆平 关警令是吧 嗯 蹲到地上来哩 嗯 坐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就知道我姐姐 跟我哥哥去南城照顾我妈妈 我去给你一个机会 你自己说 彭石乡彭桂兰 是二号犯罪嫌疑人彭涵荣的姐姐和妹妹 在彭涵荣买卖孩子的犯罪活动中 他们帮助彭涵荣暂时抚养被买回来的孩子 因此参与了贩卖婴儿的犯罪活动 在714打拐专案四省统一抓捕行动中被捕 当天晚上 解救九名婴儿 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 其中张长生谭清明 就是这次江西渔都瑞金抓捕行动中 第一第三号犯罪嫌疑人 张长生原来是一个给人家做媒的媒人 在这个做媒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转卖婴儿有利可图 所以就四处张罗 这个婴儿的来源 还有就是婴儿的去处 我上车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一下 跟他说一下 我租好了车子 怎么出发了 他就说好可以来 你就到什么路口 早在福建打工 就与张长生认识的谭清明 因为会开车 他被张长生雇为司机 一起去福建买孩子 谭清明有个车 张长生他自己不会开车 他跟他说他要去福建 要带个什么轮 叫他开车送他去 承诺给他好处费 然后他就去了 领到好处费的谭清明在福建 悄悄留下卖家的电话号码 为自己将来的单案打下了伏笔 那我就报号码给这个银来来 银来人我回到家里来 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 他打电话给我的 这个银来人打电话给我 就是谭清明 7月份从这个福建 买了一个蓝银回来 当时我们确定这个消息之后 就是经过几天追查 一个一个找这个介绍人 就确认嫌疑人 抓嫌疑人 固定证据 然后这个解救小孩 为了把解救回来的婴幼儿 尽快送回到他们的亲生父母身边 干警们采集婴儿们的基因数据 输入到打拐数据库中 但令干警们诧异的是 在那里 他们并没有找到 关于婴幼儿的任何信息 由于没有查找到与婴幼儿 有关的任何信息 江西警方开始怀疑 这是一批与被偷窃 被拐卖儿童性质 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他是说 问我是 是我自己要 还是别人要 我说还是别人要 他是说要帮他找一个好的人家 为顺利卖掉孩子 张长生等人 在与买家交涉的过程中 谎称这些孩子是自家亲戚 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 从而与买家签订送子协议 但张长生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这就是一群被父母卖掉的孩子 两夫妻有生家孩子十多天的 这个为什么急着要送给人家的 江西警方进行反复的基因比对 在对张长生等人进一步的训问中 也逐步确定 这些被买卖的孩子 就是一群被父母卖掉的孩子 但是因为从初期查证的线索来看来 他就属于是自己生了小孩卖过来 所以目前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讲 现在初步的查 只能这样说 只能这样说是 这个父母生下来以后 自己卖 张长生等人到福建买孩子 与他们交易的云南人告诉他 这些卖孩子的人 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我就想我就说 怎么会被自己生的孩子会卖掉 他说他确实是自己生的 每次过去观察一下 又买谁 母卤吗 又搞不懂 他说唐晋明他说 那个是你亲我娘的 云南的这些人 他们在那边生了小孩 就是说出于各种原因 然后把这个小孩 亲生的小孩 卖给张长生 他说他生了很多 他身边只要一个小孩就可以 我就问他 那你老公同意吗 他说同意 为了让买回来的孩子 可以顺利地从他们手上卖出去 张长生等人在购买孩子时 都要仔细检查孩子是否健康 我们会看他吃奶方面 看他的脸血色 这个小孩子的血色 精神方面 还有就看他哭的 我们会稍微给他脚底找一下这个养 看他会不会哭的这个力度 在确定孩子健康的情况下 张长生等人通过自己的关系网 很快找到买家 并约好时间地点 双方签订一份送子协议 以去保从此孩子归属买方 与卖方再无瓜葛 在送子协议的保障下 张长生等人认为 自己向买方收取的 仅仅是很少的一点营养费 而这样的行为 他们认为并没有触犯法律 甚至觉得自己是帮孩子 找到了好的去处 现实中他是收了钱的 十多万钱 但是他送养协议里面 是没有一个字 跟这个钱有关系 一个男孩他家 要多少钱 一开始家十五万多 最后电话 我两夫妻商量一下 不要太贵了 他家十三万九 我就给他十三万九 就是那个七月份 我爸又要了 带来了 把钱给他在里面 带给我 就在警方巡查被卖掉的孩子 到底被卖到哪里的时候 居住在余都乡下的秦阁 出现在江西警方的视线中 现年五十多岁的秦阁 由于女儿患有自闭症 儿子又在八年前失踪 只剩下他自己一人 孤零零地守着空房 为了让自己的将来 有一个孩子作伴 自认为家世清白的秦阁 无奈之下产生了 买孩子的想法 当兵的人有家里残缺的几个都 出数都在部队都残缺了几十年了 我爸爸也死心病了 我也发生了错误 我还在里面知道 知道来拿了药 送我个药 在这个案件当中 有一段犯罪嫌疑人张长生的话 让我听着头皮发麻 他说 卖给他婴儿的这个母亲告诉他 他生了很多孩子 身边留一个就够了 而他的老公呢 也同意他把那些孩子卖了 我们真的不愿意相信 这句话是这个孩子的 亲生的母亲说出来的 那么孙律师 这样麻木的 这样的可怖的这个母亲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 法律的惩罚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 特别让人难以接受 特别惨痛的案例 那对于他这样的父母 首先呢 他其实这个行为 犯罪行为过程中 是发生了牵连犯的 这些构成要件 一呢 他是 首先是他想逃逼 对于这个孩子的抚养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手段 和原因结果上 发生有关系 他在像出售自己孩子的时候 其实是附带着仪器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但最终呢 还会构成这个拐卖 出售妇女儿童罪的 这样的一个犯罪构成 会承担这个 定罪量刑的一个结果 对 那这说的是卖方 其实买方呢 这个人叫秦格 秦格呢 他自己觉得比较冤枉 认为家事非常的清白 说我就是从他家里 把孩子抱过来的 而且呢 我付了一笔这个费用 他不承认这是买卖 那么在这呢 就有一个问题很纠结 像秦格这样的 有这个抱养孩子的 愿望的这样的父母亲 他们为什么不到 福利院去抱养呢 福利院的程序 是很严格的 对你的家庭的背景 学历年龄 有没有孩子 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筛查 肢底儿 这是谁家生的 他们家什么情况 我了解 我拿回来孩子呢 我基本能够保握 他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 所以种种原因吧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 还是那个愚昧 还是不懂得法律 还是觉得 很多地方这是习俗 跟谁家抱我孩子 换个孩子买 孩子对他来说 不叫买 叫什么营养费 来水费 怎么说呢 收养法 关于家庭进行收养 的确是有非常严苛的条件 而且你收养呢 更多的是倾向于 像福利机构 这样的孩子做收养 的的确确在 对于这个孩子的 身体健康状况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量 另外呢 也是基于我们中国 是一个传统的这种 传统文化的影响吧 就是对于子女 又是一个人口大国 如果但凡有其他的选择 好像大家都不太愿意 去走一个严苛的条件 走专门的这个收养手续 这个也是一个 法律意识的弹幕 我觉得既然法律 已经严格规范了 这样的行为 那我觉得无论是收养 还是有想送养孩子的 这样的家庭 都要严格依据 法律的规范去办理 冯老师 我觉得我们还要 改变一些观念 我在国外看到一些 家庭领养孩子 不是为了养儿防老 他们也能生 他们不生 他就觉得 既然有这样一个孩子 没有人去领养 没人去抚养 我为什么不去 把他养大成人呢 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 把他放在仅仅一个 很自私的 就是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 那可能我们真的想 就走一些便捷的途径了 如果觉得我们觉得 要献一份爱心 换句话讲 国家的福利 足可以保证 我们能够有一个 幸福的安稳的晚年 我们也没有必要 用这样的方式 唯一的方式 他们认为 来让自己能够度过晚年 所以我觉得可能 观念需要改变 法律意识要提升 另外复杂的程序 是保证安全有效 所以这个复杂 我认为还是必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